1000亿美元这个天文数字 与之前世界银行给出的340多亿相差甚远 国际援助脚步持续的跟进 预计在3月中旬 欧盟也即将与布鲁塞尔召开新一轮的会议 主要还是为灾民重募资金 而联合国的官员也表示 资源供不应求是目前灾后重建的困难之一